哈喽大家好,我是修修,欢迎来收看这个荷池打这个叶峰的比赛吧 我感觉看这个荷池打叶峰的比赛给老K还好看啊 老K打这个灰灰的,我猜叶峰是什么鬼,这个有点牛逼了啊 他这个跳地来当百合者用啊 有点溜啊 这场比赛反正也是节目效果满满啊 感觉看他们两个人比赛有时候自己都想笑啊 因为毕竟都是带着这个血气方钢 带着恩怨主义来打啊 好,这下是能量产生之后抓到啊 中拳三魁 前别发波继续丢 有晕点在哦 好,再吸低钢 来,打晕 刚好敬酒 这两个人要么敬酒,要么调限啊 刚才第一把好像是打晕的时候,但是呢没有敬酒啊,应该是没气啊 这把有气 所以就敬酒了啊 可是这能忍嘛,是吧 看看他这把能不能反了再说啊 先踹一脚,好,跳西地放早 闪三 好,下一魁 再一则 西地取消发这个魁花,保持节奏感 这个佛伤服还好啊 佛伤服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个超兽身 又被抓了 这把感觉要穿三的节奏啊 中了之后第一波 还敢前冲,可以 空一些,慢一些,抓 反摇低,后后 等了啊 越风其实状态好像起伏挺大的哈 有一些比较维护他的粉丝 他有时候输的话容易喜欢给他找借口维护一下他 其实你不用维护是吧 人家自己都能够靠自己的战绩来证明 是吧 如果说你给你喜欢的人来找借口 反而让人家感觉你是在黑他 所以说我都是呼吁这些粉丝呢 就是理着看比赛 这次AB之后呢 核池想要抓出现了一个减破烂 是失误了 然后被带走 刚刚这个叶峰 敬了酒 看看这把核池能不能还回来啊 君子报仇 可不能等十年了 十年太长了 只争朝夕 一个后跳DTRI 好拼血 核池 还有进攻 他们的八神都非常喜欢跳啊 通过跳跃尽量的减少一些进攻破绽 争取在被动中找主动 这个就是跳跃的好处啊 八神打法有时候也必须跳啊 因为他跳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强的 不像千赫啊 千赫就不能乱跳 我漂亮点到一个下盘 我去和拉尔无法报仇啊 看来啊 这加油了啊 进酒之后 看看能不能报仇啊 这些 先推一推 这个T好快哈 好可以带走 拿下 叶峰 很奇怪哈 这一把呢 他也是没有用什么仙人模式哈 用这个正常的排人方式来打 好推过来 互相的亏 闪生出来 有气还是被刚 哎刚好破防 哎刚好破防 叶峰 要有晕点在呢 兄弟 好 哎 奴批二连 再推 啊破防 打云 哎 可以的啊 哈哈哈 来打了一个哈喽啊 来一个二人转啊 我把这一招叫做二人转 合持以前打叶峰的时候也用过这一招哈 而且这招还用过三次哈 好像是用了什么 三系叶峰之类的哈 很搞笑啊 好 继续拍 现在气很多 玛丽还没气啊 货防差点被压死啊 货防差点被压死啊 白野 打一个身后抓 哇 能量闪生预判成功哈 直接跑抓 玫瑰 然后跟你说一声 塞呦那啦 嗯 可以可以 路是谁手 这个叶峰进就赢了 何持 何持 用这个哈喽二人转 能不能赢回叶峰哈 所以把应该得赢回去啊 才有面子啊 忽然白细耍了 踹一脚 漂亮 叮到 好快哈 死了吧 好的啊 视频好看 记得点赞 关注羞羞 不易走丢 咋 罢 precious 呀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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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